OK 如果说想省流 我首先告诉你如何省流 这个车型5米多长的车身 然后宽度由1米9 轴距3米1 是个非常大的MPV 然后这个车卖7万1千块钱 应该是7万1 7万2还能弹 7万多块钱买一个5米多的 还没有完这个车型是8年12次免费包养 然后还能做那个无锡贷款 应该是无锡贷款 能带3万多还是多少 4万多无锡贷款 我相信应该没有第二台车有这么夸张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星巴 今天是我们特地来额月新能源 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给大家拍了很多平民车 这个系列我们非常的开心 因为播放量挺高的 我们特别开心 所以我们昨天在商场的时候在想一个事情 我们拍了这么多平民的比如说是轿车 但是我们昨天看到武林的阳光的时候 我们突然意识到 其实武林阳光应该是最便宜的 就是说MPV类型 那油车里面有没有这种平民的MPV呢 就是我是个比较务实的人 实话实说比较务实的人 我就想买一辆便宜的MPV能多拉人 比如说我常年在外面对吧 我不仅能拉拉货我还能拉拉人 然后我需要买到纯电的或者说插电的 我就想买一辆油的便宜就完事了 然后我想到这辆车型了 江淮瑞丰M3 油的就可以了旁边是M4 我对瑞丰这个系列还是很了解的 我自己是瑞丰车主 我有一辆很老的M5 这辆就是我知道的算比较便宜的大MPV 你看这个车尺寸你就知道了 这个车有多大呢 这个车尺寸是5075×1765×1900 这是一辆5米多的MPV 然后轴距有3110有3米多的轴距 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MPV 真的是个非常大的MPV 然后这个车型甚至有9座 对这车型有9座 我们现在给大家拍的 现在是5座车型 然后旁边有7座的 旁边有7座的 这辆现在是5座车型 5座车型有个更大的尾箱 这个车型呢 就是他们说的宜商宜家 对吧 你猜为什么他 对吧 弄个5座车型 你后面留个这么大的后备箱呢 对吧 一商一家 然后这辆车是瑞丰的M3的Plus 1.5T的发动机 动力也还可以 但是这个车型 如果说你要买那么便宜的车型 首先要跟你讲 都是手动挡的 如果说你要买自动挡的 这只有隔壁的那个 油混的M3 这辆车就是油混的自动挡的油混 这辆车就是手动挡的 它应该是全息的手动挡 对 你得克服一下 如果说你考的是手动挡驾照 你就可以买 没有问题 现在应该手头上大部分人还是开始手动挡 对吧 我觉得这没问题啊 毕竟你的钱质有这么多 而且我自己 开了很多年手动挡 我就去手动挡 而且我周围也有开手动挡的女生 包括我前段时间拍的那个 GK5的那样 就是手动挡的 也是女生开的 也没什么问题 你会了以后 其实这个公司没那么难 没有大家想这么难 毕竟这么多年 手动挡 大家这么开过来的 也没什么大问题 那你钱只有这么多 克服一下 然后另外一个是 这个车也是加92号油的 然后我刚刚问了一下 它大概的油耗完 工信部是7.77加9.58 9.58是城市油耗 7.77是郊区路况 平均是9升 差不多就这个油耗水平 作为一个这么大层的MPV来说 这个车型你要想到 它轴距有5米 它长度有5米 轴距有3米 包括有1米9的宽度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MPV了 所以这个油耗是很正常的 10升油 如果说你家里 平常开的不多 其实还行 是能接受的 我是这么认为的 毕竟能拉那么多人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 我们把车打开 看一下这个车的内部表现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5座 应该是最低配的 这个车型现在卖多少钱 卖7万 应该是卖7万1 7万2 差不多是这么水平 当然具体你们可以自己砍价 7万多 你就能买一个5米多的大MPV了 7座 7万多 开了开了 大灯看一下 大灯是爽统的鲁树大灯 无论转下灯 还是里面灯 都是鲁树大灯 甜脸设计也是原来老的 江华瑞峰M3设计 这是最新版设计 有更多镀鲁键 镀鲁键少一点 更加敦实一点 其实我觉得这辆看 这辆车有点像那种美式的MPV 美式的GMC这种 我们到内部看一下 有个巨大的反光镜 很正常 大MPV 然后我们先看内饰版 7万多块钱 买个5米多的MPV 那么代价是什么 发放机不是代价 发放机我觉得这个车用1.5T输大木质 这个价格本来老板们是1.8的自息 他现在新版的plus都是1.5T输大拇指 然后还加92加92 然后能看到门板 你能摸到的地方都是基本上硬塑料 然后主驾车窗还是带一件升降的 然后副驾车窗就不是的 然后带车门锁 然后带一个门把手 门把手是有点度的雾银材质 然后芝麻就没有了 都是硬塑料 你能摸到的地方都是硬塑料 然后有两个喇叭 对这个车型只有两个喇叭 如果说你要更好的音响配置 那你可能需要自己改 然后这边有个拉手 你可以进来 非常传统的MPV的设计 进来以后 传统的江淮的三幅示范板 这个车只要7万块钱 你就能买到一个这么大的车了 真的很大 真的可以拉一车人 我们拿出他的钥匙 钥匙跟我江淮瑞峰M5是一模一样的 插进去 点亮 传统的指针式仪表 然后这辆车型 它挪车油耗的有这么高 15 这个不是关键 这个不是针式油耗 因为它刚才开了2.2公里 然后油表 转速表 然后这边是它的时速表 当然这个车型 你要跑到220肯定不可能 但是油车 这车型实际上是能开到 170应该是 标称技术应该是170 然后三幅示范板 然后是糖素的 你能看到的地方也都是硬塑料 这你就不要有过多的奢望了 然后是一个传统的反光镜 然后这反光镜视野还可以 反光镜视野还可以 基本上都能看到 然后中间也没有液晶屏 高配好像是有的 低配就是一个传统的这种 不带SED的 不知道带不带蓝牙 可能不带 它应该是带那个USB口的 它还带个USB口 你应该可以自己插个油盘 可以听歌这样子 然后是带一个老司机比较喜欢的 FM收音台 应该是这样子 然后带两个出风口 是圆形的 这不就是奔驰吗 这不就是奔驰吗 然后上面是带那种镀隔的 镀隔的 OK 然后手动空调 带内循环带空调 这时就带空调 然后手动挡 当然座位 座位你也不要设想 座位肯定手动的 手动挡座位 它只有五挡 它没有六挡 它只有五挡 这样是倒挡 其实我觉得手动挡还好了 现在对手动挡 好像看老虎一样 其实真的没有 手动挡没有那么难开 其实你习惯了还好 都是可以克服的 我觉得可以省钱 你这个价位 我觉得如果是手动挡 实话实说 手动挡可能买七万块钱 自动挡 买八万块钱 或者八万五 那我觉得手动挡是可以克服的 我觉得你会了以后是一样的 其实你一开始不会开车 其实都一样 我原来第一次从自动挡 变到手动挡的时候 路上熄火熄了五次 但是我一个礼拜我就习惯了 就再也不会熄火了 其实没什么问题 实话实说 然后带个手动挡 再带一个机械手刹 直接手刹 然后这边有个点烟口 点烟口你也可以 对吧 用手机充电也是可以的 然后这边有两个传统的公交卡 那种通行卡 可以插的地方 然后下面有一个 这个配置真的是好久没有看到了 真的好怀旧 就是这个是什么 就是你抽烟 真的抽烟 然后这个地方是放那个烟灰的 这个车型的定位非常合理 这个车型的定位非常合理 然后下面是一个放手机支架的 然后这边有两个杯架 也没有带新烟位 你不要想 这边是一个大储物槽 大家可以放两瓶可乐这样子 然后座位都是布的 这个座位还可以吗 手感 座位手感还可以吗 海绵填松还可以 旁边还带一个很深的特项支撑 哇靠 我这专业名词 座位是那种软软的座位 软软的座位 不知道长久开支撑力怎么样 但是还挺软的 如果太软的话 其实对支撑力其实是有影响的 不软不硬刚刚好 它这个还比较软的 相对来说比较软 可能是因为最近皮座椅做多了 这种布座椅 可能摁下去的时候 那种手感跟皮确实不太一样 布座椅我觉得没问题 日常用的布座椅 冬短下凉 当然逼格没那么高 这车型你也不要想 有座椅通风 座椅加热 那你就不要想了 不可能有的 然后把座位调正确驾驶坐姿 OK 我们把座位调正确驾驶坐姿 我们去后排看一下 这个腿部空间应该非常离谱 毕竟这个车有5米 这车有5米 5米 这边是没有的 它只有单边的侧滑门 这边是加油口 它只有单边的侧滑门 非常地合理 只有单边 这个价格 你想要双边 那过分了 OK 好吧 这 这就是感觉上那种小疤 腿部空间 我不知道 一圈 两圈 三圈 四圈 五圈 六圈 七圈 八圈 碰不到边 这座位也太宽了 这就是大MPV的奢侈 旁边也没有扶手 差一个扶手 算了 是我要求太多 旁边是两个杯架 一个除草 除草好吃 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然后安全带 这个五座车真的很像跑货运的 它这个座椅是不是可能翻起来直接去后面 是不是这么个设计 好像不是的 这座位感觉是单独的 它可以四六放倒 是这个意思吗 我不知道 带两个足备投尘 这个没有投尘 这个第三座没有投尘 这个设计我倒是第一次进了 如果有知道老铁可以跟我说一下 这是什么一个设计 我确实不理解 为什么变成这样子 一般我见过这种可以翻起来的 通道第三排的 但好像也没有 后尾箱 这才真正的大后备箱 这后备箱真的超级大 超级无敌大 大家可能有什么感觉 我到后排去给大家感受一下 这后排没什么好看的 没什么好看的 这个坐五个人肯定毫无压力 这车坐五个人 so easy 我们倒看看它的后尾箱 这个后尾箱真的非常夸张 5米多3米多的轴距 就真的是非常的大的离谱 真的是拿来拉货的 一上一家 ok 那两个液压成干 ok 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三排 第三排空间也很大的 给大家看一下 这种车型你做的毫无压力 它真的很像那个 真的很像 如果说你是买七座车型 其实它是五个头层都是有的 然后这个还是带两组的标准的 那个so fix的安全座椅 这个你还能想象 这个车型是带两个标准的安全座椅的 然后这个车型就是自动挡的 我们好像进不去 这个车型就是自动挡的 看到没有 它的挡位就跟这个不一样 这个自动挡的油滚版本 油耗能低 这个车型油耗是6升 对 6.24升 这个车型的程式油耗只有6.24升 差不多比这个车低三个油 差不多低三个油 但是我觉得价格差点了 这个车比这个车贵三万块钱 然后多自动挡 然后配置会更高一点 然后看一下轮胎 朝阳的朝阳的 然后20565R15 OK 这是江淮瑞丰M3的7座 5座版本7座版本都是7万多 OK大家喜欢这样子的廉价平民MPV吗 如果说你还有什么想看的 这种廉价的平民MPV可以给我们留言 我们每条平民都在看的 我们争取把这个平民系列做大作强 如果觉得我还讲的不错 希望大家帮我们点赞评论转发 都会对我们节目有特别大的帮助 我是星巴 真棒 真棒